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6月3日 瑞典冲击斯洛文尼亚 五大联赛终于落下帷幕 如今进入到国家队比赛时间 本周五凌晨 2022-2023欧洲国家联赛分组赛继续上演 其中联赛B组中的地组斯洛文尼亚 与瑞典展开激烈斗争 由于两队阵中大部分球员都是从联赛中回归备战 换言之球员坚还在磨合适应阶段 此番交战不排除和波收场 在去年年末结束的是欧外中 斯洛文尼亚实战仅有4胜2和4负G14分的平庸战绩 早早结束征程 远不如瑞典8战取得5胜3负G15分 获得征战附加赛的机会 不过两队最后的命运都一样 瑞典最终不敌波兰无缘末班车 也许是受到无缘世界杯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游异赛中 斯洛文尼亚的状态一难尽人意 分别是1比1战和克罗地亚 以及0比0门和卡塔尔 在本次大名单中 斯洛文尼亚只有门将奥比利一名绝队大牌 其余在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少之又少 班底实力自然略显一般 稍嫌有力的是 斯洛文尼亚是主场作战 将帅可以避免因长途跋涉带来的体能影响 所以相信主队未必没有死磕对手的底气 提到瑞典就不得提及传奇球星萨拉坦 18000默玉 只不过这名老将因身体原因 并没有出现在最新一期的大名单中 这对不少喜爱他的忠实球迷来说有些可惜 我们不妨把目光放在其他球员身上 诸如爱美 科斯贝志 阿里山大 伊沙克 迪赞 古路斯夫斯基 和安东尼 伊兰加等来自五大联赛的球员 上届欧国联赛事中 与法国 葡萄牙及克罗地亚分在同组的瑞典六战 仅有一胜五负的惨淡成绩惨遭降班 对于球队来说 争取在本届取得重返的级别的资格 自然是此次出征的首要目标 不过这个目标谈何容易 毕竟本届分组中入围世界杯的塞尔维亚 甚至是挪威都绝非等闲之辈 加之己对过去四场比赛以胜难求之余 进攻端军十百果 有见及此 阿里山大 伊沙克和艾美 科斯被制等攻击手 还是要摆正心态 即使终结破门尴尬才是金账的目标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